我們現在看現場 你看這個師傅 他剛剛又從裡面這個地方一直退 退到這邊來了 師傅手上拿了兩個抹刀 還有他這邊這一桶是什麼呢 這一桶你看他手上灑的 他手上灑的是這個陽灰 就是我們的水泥 灑在上面 他就是現在還有兩個板子 一個是抹 抹平它 另外一個板子 薄的那個就是吹 吹亮它 我們現在看到他這個有沒有吹亮它 這個就是在抹平 那水泥上去就是不要讓他起沙 也就是說水泥好像滑在上面裡面 讓他表面黏住了 他從裡面 剛剛從這裡面一直退 退到這邊來 而他腳上踩的就是丁血 像他這個是補一點的地方 那當然他在做之前也有用雷射 架過雷射 架過雷射 那手上這個另外一隻手就是 抹平它的吹法 我們所謂吹半的就是 這個是抹刀 抹平它 然後用水板 水板用亮它 擦亮它 所以它從裡面慢慢退出來 這樣子的話就不會起沙 我們的這個地磚貼在上面 他就不容易脫落 你看它現在有撒這個水 水平洋味 那我們接下來的鏡頭再到這個地方來 像這一間它已經處理好了 所以師傅你看它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門檻 門檻它有很多種 它有U型的 有 有H型的 像我們浴室就H型的 那有材質有大理石的 也有 也有這個純大理石 也有人造石的 那也有像它這個門框 它原來的白鐵的 白鐵的這個門檻 那因為我們這個東西 也就是依照你這個東西 當然原來 白鐵的它不叫不好看 質感不叫不好 那當然顏色也有分 它有黑色的 有黑金剛的 也有彩色的 也有白色的 那還有其他大理石的顏色 那我們這個師傅就是用切刀 這個切它這個門檻這個 那當然門檻也 防止門關起來的時候 那當然髒東西 還有風大的時候 外面的灰塵不會跑進來我們這個房子 還有水也會跑進來 那包括我們這個門這個 當然我們到時候還可以再貼一個 這個防撞條 吸音條 那它關起來的時候就沒有聲音 那灰塵啊水啊 這些張物都不會跑進來 所以每一個我們講漫工出細活 我們每一個工程 包括從設計師在規劃的時候 每一個步驟 誰先進來 誰先出去 然後誰要配合誰 時間到了該誰 都要了解 而且都配合的相當好處 那每一個都有它的專業性 那這就好了 這就好了 這就好了 那你過來這邊 我們進來再來看 那最後就是 好,這洗一下好了